为庆祝移民节,南投县政府在地下二楼大礼堂举行 2017新著名恋恋梦幻南投新故乡移民节庆祝活动 内容多元丰富精彩,来自各地的新移民家庭亲自共襄盛举 先议员林芳瑜、张维华、拉燕雪、曾正眼议员亲自到场致意,表达重视新移民 而台湾的传统节日很多,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哪一天是移民节 而办理移民节的活动目的又是什么呢? 县政府民政处长吴燕林则告诉大家,每年12月18日是移民节 目的是为了让这些新住民能展现各国、原属国家的文化特色 也一起融入台湾的社会,彼此接纳尊重多元文化 每年的12月18号是移民节 那我们今年即办是第七届的移民节的一个庆祝活动 那我们邀请新住民的家庭还有民众共同来参与 那我们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络,非常的欢腾 看得出来我们新住民朋友对县政府举办移民节的一个庆祝活动 都能够踊跃的一个参加 让新住民们全部聚在一块 也让新住民可以藉由这个活动的举办 可以一解私乡的一个情怀 也就有这个文化交流的活动 让新住民的家庭能够促进他们家庭能够更融合更融洽 生意员曾正妍亲自到场关心致意 他表示如果新住民在法律或者遇到了任何的问题 可以找政府单位协助 我希望说我们今天这个宜兵节所有的外配新娘 能够融入我们台湾的习俗 台湾的文化习惯 能够大家融为一体 共同为我们这个台湾 为我们的台湾的前途来奋斗 来为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 来来认真工作 那如果我们移民这个外配新娘这个如果有困难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来南投县政府民政处来帮忙 我们南投县政府肯定是会尽力的来帮忙你 尤其在有这个有某一些外配新娘 如果有遇到暴力事件 家庭暴力的话也可以随时打电话 找我们的警察先生来帮忙 移民节的活动会场可以看到许多新移民 各自穿着原属国家的服饰演出宣导剧 赖燕雪议员认为这些活动让新住民 借由这个平台一解思乡之仇 并让姐妹们更有凝聚力 在台湾共同生活 大家都是一家人 国际移民节一直是我们地方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节庆 所以我们的移民节已经行之多年也举办多年 也获得我们新移民的朋友的一个喜爱 我想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能够一解思乡之仇 也透过这个平台能够凝聚更大的力量 同时也能够导入台湾的文化 来到这一块台湾美丽的宝岛 对文化的一个认同党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 我想县政府每年都非常的一个用心 在策划这个移民节的活动 我们看到今天来参加的活动的所有的新移民们 每个都是非常的开心 尤其是来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 能够在这个一个共同的平台里面来做一个展现 让我们的这些来自国外的移民的好伙伴们 能够有一个联系的一个好平台 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对我们移民节的一个重视 移民节的活动内容多元又丰富 有歌唱表演包括台语国语歌曲都有 可见这些新住民们已能融入台湾的生活文化 现议员赖燕雪希望在照顾新住民政策上 能够务实并辅导认同台湾的文化 及扎根教育甚至包括技能的辅导 都期望让新住民很快的融入台湾的文化 燕雪是非常重视这个区块 每年不管是在我们的预算面也好 在我们政策的执行上 我们都希望要求能够务实落实 照顾到我们这些新住民 同时能够对文化的一个认同 教育的一个扎根 包括我们的技能的一个导入 职场的一个辅导 都能够多方面的一个辅导 让我们的新住民来到这个美丽的宝岛 很快速的就能够融入这个大熔炉 我相信来到这边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会场也安排许多新住民业务宣导 与咨询服务的摊位 有人口政策法律咨询 道路交通安全等政府辅导业务宣导 与咨询服务 县议员张维华表示 如果新住民遇到任何问题 南投县生命县协会也可以给予协助 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的新住民 能够藉由这一次的机会 大家一起来联谊 同样的我们这一次 我也代表我们生命县 一起来这个欢迎我们这所有新住民 假设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部分 我们生命县也会一起来辅助大家 特别是在家暴的部分 我们生命县能够让家暴的团 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些人 一起来到我们富佑馆的二楼 来解决他的家暴问题 我们同样的这一次也有办 我们大型的新住民的园员会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我们新住民园员会 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每一年 都能够有县政府来帮忙 来办理这个新住民的园员会 活动会场还有柿子包制作 新住民茶艺 贵妃茶茶席 蝶谷巴特 鸭花 拼布 福气象 珍珠袋编织 客家麻吉制作 打包袋编织 棉布袋制作 等民间团体摊位 辅导成果发表 琳琅满目 县议员林芳瑜说 完全展现了各国不同的美食文化 希望政府能多举办一些新住民的活动 帮助他们很快融入台湾的文化 今年是2017年新住民的一个庆祝活动 几乎成为一个例行性的一个年度活动 在现场相当的热闹 集结了我们南投县的新住民朋友 在旁边这边也都有摄摊 很多也都是新住民外配协会所设的摊位 在这边可以看见他们的美食 在这里可以听得见 可以看得见他们的歌舞表演 其实在在都显示出各国的一个风情 一个民俗 一个特色 在这里他们也希望说 他们能够借由这一个活动 很快的融入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大家庭里面 来台湾已经四年的重庆姑娘 张凤琼说 她习惯了家乡的辣味 台湾的多偏甜食 因此她有时非常想念家乡菜 所以有时自己会从家乡 带来一些自己喜欢的锅底料 为台湾自己煮来吃 我来自大陆重庆 到台湾来已经四年了 我们那边就是生活上吃的话 我们那边比较吃香辣麻辣的 然后这边的台湾这边吃的 就比较先有点甜甜的那种口味 所以还是生活上面 还是有一些吃的 有一些不是很方便的那种 有时候也是很喜欢香肠 也会想吃一些家乡的味道 她当时都会自己从家乡那边 带些辣的过来 火锅底料啊 那些过来自己煮来吃 提到移民节的活动 张凤琼引不住喜悦的心情说 很感谢有这个活动 认识很多家乡的姐妹 也认识了很多原本不认识的姐妹 我几乎是每年都来参加 可以认识很多的姐妹 让我们就是在这边不会孤单 然后可以互相的互动 就互相的帮助 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黄淳玉 在活动会场担任泡茶师示范茶道 她说加来南投竹山已经有20年了 先生自己有开茶园有在种茶 刚开始认识茶叶的时候 觉得台湾的茶叶真的很奇妙 因此吸得一手好茶道 我是越南的胡志明市 加来台湾已经有20年了 好了 加到家先生是做茶的 是刚开始过来接触茶叶的时候 就觉得台湾的茶叶真的很奇妙 就是我对茶叶也有兴趣了 所以开始是了解那个茶叶的 那个比如说品茶的类似的 开始是跟先生把那个茶叶发展 越来越狂这样子 希望每个台湾人都喝到好茶 脸上挂满笑容的黄淳玉说 台湾人很亲切她很感恩自己 嫁到一个很好的家庭 公公婆婆及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相处和了 她很感恩也很感谢台湾 台湾人也蛮亲切的啦 加上是因为我嫁到一个很好的家庭 公公婆婆的家里的兄弟姐妹 所以对我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也很感谢台湾 新住民在台湾的生活可能都需要适应期 林芳宇认为县政府民政处设有新住民服务及咨询的专门单位 如果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 可以找得到协助的单位 而她也希望新住民除了家庭幸福之外 也能好好辅导教育下一代 让他们成为新台湾的子民 其实南投县政府这几年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新住民的业务推广 在我们民政处我们也有设了一个新住民的专门科 来辅导他们在生活上的如果说有遇到困难 还是在各方面需要协助的话 我们县政府的这个新住民科都可以来协助他们 也希望说他们来到异地 这一个地方能够真正的把这里当成是他们的另外的一个故乡 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很快的融入这里的生活 能够家庭幸福美满过得更快乐 在这里也祝福他们 能够除了家庭之外 能够发展他们的兴趣 跟我们是没有区别的 在这里也希望说 他们在最主要的除了他们很快的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之外 也能够辅导他们的下一代 真正成为我们台湾道道地地的一个子民 希望说他们在这里能够过得幸福快乐 为了照顾县内的新住民 民政处长吴彦玲说 县府去年成立户籍及新住民科 也能够通过的一个辅导措施 由我们县政府相关的急促共同来推动跟办理 那有关新住民他们因为嫁来台湾 生活适应的辅导 让新住民能够早日融入台湾的一个生活 所以县政府有办理新住民的生活适应辅导 那另外对新住民子女的教育文化 那子女的一个教养新住民的一个就业 还有新住民司法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 法律观念的一个落实等等 县政府的各个局处都共同协力的在办理 我们希望透过活动的一个集办 沿袭的一个办理 还有各项活动的一个推广 促进新住民文化之间的一个融合 那厌雪议员说 住在台湾的新移民 其实在文化或生活的领域上 都印证了许多杰出的表现 同时我们看到也见证到很多新住民 在不同文化上在他们生活上 在他们场域上有杰出亮眼的表现 我想这也是要感谢我们政府部门 非常用力的在辅导 那我相信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能够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 那厌雪相当重视 尤其在这边要求我们的政府 除了在预算方面能够匡列足一点 在政策的推动上 能够多来帮助我们的新住民 不管是他们的记忆上职业上 或是家庭妇女 还是说在工作上都能够多多余协助 以解决新住民来到台湾 这个陌生的环境 能够找到一个着力点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责任 尤其是预算能够足一点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政策推动能够更多元 而且政策的推动能够更顺利 根据南投县政府资料显示 南投县目前有8000多位新住民 而县议员张维华 林芳瑜 曾正妍 赖燕雪等多位议员 除了表达重视新移民在台生活文化之外 也祝福新住民们家庭生活幸福快乐 并寻得技艺发展长才 期望政府单位未来能多举办相关活动 让移民节活动不仅充满异国文化风情 场面也更温馨与热闹 民意新闻 王水仙专题采访报道 ジュー de F&B 完成